我们乘坐的列车是从昆明开往乡格里拉的 它的全程时长是4.5小时左右 从2023年11月26日立乡铁路开通道之间有半年的时间 我们这条线路也被誉为美丽云连天路民族团结纽带 丽江站是我们绿香铁路的一个起点 站在我们丽江站的站台上的话可以看到的就是雄伟壮阔的御龙雪山 列车从丽江开出经过20分钟左右就到达了我们的拉丝海 拉丝海是我们丽江一个很出名的景点 每到冬天的时候就会引来很多的鸟类在这里过冬 过了拉丝海之后呢我们各位旅客就要留意车体广播了 因为我们的胡跳峡金沙江大桥就快要到来 胡跳峡金沙江大桥呢它连通的是御龙雪山隧道与哈巴雪山隧道 它的桥面丽江面的垂直距离是250米 从窗外远远望去就能看到深山峡谷的雄伟壮丽 在我们列车通过胡跳峡金沙江大桥之后呢 就正式进入我们的雪域高原乡的里拉了 列车到达小中间的时候呢 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雪山的 窗外望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沉边的草原 仔细看的话还可以看到毛流 车窗外呢还是有很多美丽的地鲜花 这个景色也是比较美的 列车运行4.5小时之后 我们列车就到达了我们终点站 香格里拉站 香格里拉站的海拔它其实是超过3000米的 也是我们云南铁路建设海拔最高的一个客运站 在出站之后对面就是我们美丽的石卡雪山 打车不到4公里的路程呢 我们就可以到达独克宗古城 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到我们的美丽雪山啊 牦牛肉啊都是值得大家试一试的 在每次直升的过程中遇到香格里拉人民来坐车的话 他们常常感慨就会说到终于可以坐上火车 出去外面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了 能够服务他们我也会感到特别的骄傲 在立香铁路开通半年之际呢 我也向大家发出邀请 欢迎大家乘坐立香铁路来我的家乡游玩 游美景挺美食 欢迎大家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